那今天就是針對這五個項目 這六個項目加以補述 第一個是建築價值 上次委員有提醒我們必須要做這個修正 那我們覺得按照文治法規定 它的歷史價值就是 就是日本殖民時期把整個草山的地方 變成一個具有溫泉、溫泉、溫泡、資源的草山 第二個就是日本殖民時期 為了奉迎皇族 帶有一個貴賓館的新結通常 然後這個 但是草山育賓館是遭到黃太子曾經駐留的歷史地面 是一個代表性的建築 那再後 國民政府把草山育賓館更名為陽明山記憶館 那麼曾經是老九龍頭 民權休息的地方 另外後期是孫柯院長的官邸 呈現這個草山育賓館命經濟 把他關負後 是同之間的名人的一個重要性 藝術價值就是它 是一九二零年代 當初流行的和洋和那種構築 包含有洋館跟日本家並存 那麼同時它用 齒尖法設計本來發 那麼至於日本家本身是完全存在什麼的 那另外就是它的庭園是有特性的 它庭園是很認真的去做了職災 因為育人黃太子本身是植物學學者 所以他們裡面有很多珍惜的資訊 包含就是非師族 高岳不淵等等 那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 就是兩百萬日本家就是一九二年代 這個狀態 然後有一些東西 另外就是一九六八年 黃大航建築師 它有一個現代主義 跟那個現代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的共構 這種概念 那同時 稀少心是因為 這是玉維花太子心裡的休息的地方 那我們的古藝本體跟在利用上 我也請各位給大家看看 就是那個紅色的古藝本體 古藝本體的建議 那歷史的古藝是 1923年黃太子來的時候 就是根據右邊那個就是天堅智郎之際 裡面提到 曾經到過一日來跟一天風炫 我是古這兩個 這兩個是現在是第一載王牌跟第二載王牌 那另外草山橋呢 是這個 就是現在遺留的殘跡 像是這樣 那那個另外就是草山橋落成寺 根據日信報有計程 那土地取的過程 它就是 就是原來是計時工業 無計 那後來總督府就通過交辦 然後就取得這個土地 後來由財產法的台灣舊地團 向這個總督府成租土地 新建律賓館 這個台灣舊地團 你看它的這個組織啊 是隸屬於台灣總督府裡面 總務局的禮盤客 它是為了撫序 因公意外的撫序 對日本警察或者是公務人員 這種撫序 這是這種機構 那麼它由於它捐了這個房子 那它也用了十年 1923到193年是他才使用 那麼後來就 那麼後來就 就這個 就這個 它捐成入十年 那這是當初 1923年實踐時期的這個 右邊是Document 左邊是救藥 那我們補一下就是 那個 房子使用的就是有歷次的那個 新修的那個 那個內容 上面是Document 下面是這個 這個 舊的圖跟舊的圖片 好 1920年 日本加擴建時期 建的目的就是下面的目的 好 那歷年的修繕統計表 請成為查參 那麼其中有一個就是 七建的附設 我們列在這個 這個是在昭和9年才修 是1934年 那麼花的錢是2800元 他提到是新建附屬宿舍 好 那我們目前 呃 根據管理員這個 這個財司儀先生講 說他們家族來 當管理員的時候 這個房子已經在了 也就是說 這個房子並不是光火 那我們目前呢 所查的資料 就是這個項目 覺得滿我 但是因為還要有待進一步調 那目前 任高考成使用時期 就1945到1965 那這個就是 因為老鄉總統 因為要泡湯 所以他修建了這個 歷史 還有這個歷史 正良一點 來 那孫柯院長時期 是1965年 回台 他剛才認考試院長 所作為官員使用 這個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 王道皇還沒有蓋 那個新的 那個養房 來 那麼就在我們在 1969年的 台北市地形圖 發現 這個王道皇蓋物 已經存在 所以 他的時間點 我們根據我們的教授 1968年 那這個就是 1982年 又把他的屋頂上加了一層 因為他漏水的關係 本來是平屋頂 漏水的關係 所以加了一個 這個邪屋頂 這個邪屋頂目的是 要防止漏水 還有隔熱 那麼1968年的新修歷程 請我先查一查 大致上這樣 那後來因為 因為孫柯院長的第三代有回來 所以有局部把陽臺 變成室內空間 有這個動作 那另外庭園調查的故意 那本來有一個日式人 原來庭園在這裡 那因為孫柯院長他們家庭習慣 是美式的生活習慣 喜歡在庭園裡面 用法律做活動 所以在東側這邊建了一個 那個美式庭園 1968年 來 那全區的植栽行為查算 大概我們目前已經有六顆 七顆受保護術 修復原則的話 歷史分歧修復原則就是 陽管日本家我們建議是 1923到1934 這個就是 浴室浴長定於這個 1915到1966 就是 老蔣通通在的時候 在用的時候 另外陽管的話是定在 1968到1980 就是孫柯院長在的時候 再利用原則就是說 大致上我們公益性的使用是 前面這幾個 就是 草山獄修集所的史料展成 獄賓館生活史料展成 例如獎公第一賓館時期的史料展成 還有孫柯院長生活史和國父家族的史料展成 那另外就是 普及修復原則的史料展成 還有溫泉生活設施的一個 宅宅建成 那另外活躍事情的開發 那營運可持續的話 我們就是建議採用 和風 茶石 雅涅 赫色 茶石 這樣 那另外提議是 休息 靠北 這樣的 來平衡它的那個 供應器使用原則 修復精配 目前我們 暫編是一一三千 但是 有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它有 全面的那個排水系統 那個園區非常大 還有那個 山坡地的穩固的這個史料 這個部分我們 是有一個在 設計人 可以做詳細的地質調大 還有那個排水系統的這個 像編過穩固的大致上這樣 那請各位主席 這個案子是 國發會委託本局代辦 所以 等一下麻煩學信 學老師 幫我們走完程序 後面兩個案子 是我們公園處 所以 接下來麻煩 是不是 麻煩學老師 這個案子 我想 我們在這個 看上去規模 各位 跟那個平原古文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好 那我們其實有訪問 現在還住在上面的一位 這麼多 他以前是領土區的理工 因為上面的深領土 所謂領土區 然後他長期住在這裡 那我記得他有說 那個地方是有一個水池 有個terrace 所以就是他有水池 大部分那些植栽等等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這裡坐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看得很遠 所以他這個Vista 跟中山樓的軸線 是有相對的關係 他有幾條 所以我們在想說 從未來在利用修復的時候 前面這些掌握漫漫漫漫漫的植栽等等 有沒有辦法把它原來 坐在這裡就可以照望那個 那個叫什麼 風景線 或是市線能夠保存住 那這也是那位公公他 一輩子都來這邊 我們那時候訪談 他一直強調說 這一塊是 他們其實花很多時間在這裡 尤其日人來的時候在這一塊 那雖然孫柯是在這邊的 那這個實際上原來這個 日式體力的理念 很重要的精神 尚步充足 好 謝謝 其中一個人也有 沒有 這個的話 我們就已經有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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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郭教授的指教 那个就是的确这个庭园 那个里面有些的指寨是后来的杂数 那我们如果进入到下阶段的设计阶段 我们会仔细去调查 尤其有关原来庭园里面有很多石头 根据史料记载那些石头很有价值 可是现在都散满在庭园 所以我在没有经过这个 因为他全员的这个状况很广大 我觉得郭教授这个建议 我们会仔细去好好在西部这些这种大筹 那李教授的这个意见 我们就是有按照那个去做那个历史 跟艺术价值的这个统地修正 我们会安到李教授的提务区修正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也很接近 所以谢谢您 我们知道 снONE 温暖 審議案9,案有中正區228合同公園,錫春台北新公園民眾提報案,列測追蹤審議案 北安市民眾在108.12.5 提送228合同公園文化集團提報表,向本局提報228合同公園文化警官 該公園非北區列測是文化警官,本局是英文治法第60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電腦勘察性審查會議 228公園周二土地為中原區公園段三小段139,還有139之3地道,肯定所有權為台北市公園單位至台北新政公園公園處 公園內建物,因為它公園的地上有很多建物在設施,包括國立台灣博物館,就是國立體經營台灣總部的博物館 還有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公園處跟管理處的幫忙室,還有台北228經營館 就是前一陣子公告的順利益態的幫助,以及中正第一分屈的介收入派出處,還有福德工等建物 三,本局在109年的1月21日邀請前郎委員、劉淑英委員、蘇英委員 還有曾經區委員辦理縣刊跟審查會議 結論就是已經邀請委員辦理縣刊的刊查,並召開審查會議 協議議文資法第60條公園業色最終 那四四委員當日的醫學宅大約是第一個事例 他有一些公園歷史六九 人工設施多樣且副歷史遺憾,包括新末日之初期 還有1935年的博覽會 台灣博覽會跟戰時放送台還有戰後台一些歷史事業的場景 那一文化景觀要見,有條件並沒有文化景觀 那二是二二八龍公園自一日時期、民國時期 之間呈現不同時期、規劃風格的元素 包括日本還有西洋元素、集中國式的體格設計 都有文化的例子 那這個是二二八公園的畢形圖 那大概整個公園有兩個地號碼 那就是上面的這一碼 跟下面的九一三九第二跟九一三四三 那土地的部分的管理單位是處置 那地上目前照這個圖上面有些建築物的表示 包括有幾個國立古籍跟幾個市民古籍 那這個是在1945年的航照圖 那因為新公園照現在的史料大概是1908年 也是對外開放的 那照1945年這個航照圖 北邊的這個 就是今天的台國館 因為上它是在公園開園之後的隔禁才蓋起來 那這個航照的1945年應該是 這一年剛好也是遇上那個台北大公席 就是美軍空席的時候 所以其實在有一些史料有記載說 除了南邊的這個中方府有被控罩到外 在公園裡面大概也有幾個例子 有被炸彈有炸到的地方 那這個是去年的比較新的航照圖 那這是當天的現看的照片 那一半的部分就是提醒同意228公園 形成台北新公園 維持夜色追蹤 那就是本案提醒本省議會省議 畢尼省議決議一半 以上 好 稅座本案有 稅座委員 市委 那請問要的非議化研究員 有聯合議員 我想那個 228公園的一些詳細資料 分譜片 在我的提報單裡頭 都有很完整的呈現 那這座公園是1901年 這個台北省內市區 遇留公園空間的第一個 現代化公園的範例 那在那個 它的空間跟範圍 它的位置跟範圍 都沒有改變過 那裡面的設施呢 就融合了台灣的文化 日本文化還有中國中心觀 跟那個西洋文化元素 西洋公園元素的獨特公園 那從日治時期開園的殖民地底 到威脅時期的再殖民地底 然後接著是 檢減後的這個空間檢減的地底 這個都代表著這個 全力轉換的空間自立系統 那每個歷史時期不同的空間文理 文化地底的推移 讓這個 今天的二二八公園 成為文化層次豐富 新舊並存 卻具人文深入的一個空間地 呈現了人與自然環境 各種小的印度地底 不僅述說台灣 百年來的歷史變遷 並且深入歷史文化藝術 和靈魘景觀等價值 所以我們建議登入為文化景觀 作為台灣文化地底 變遷的代表之一 以上是我的答案 好 謝謝 各位有問題 有沒有 其實那個李老師 他寫了一本書 就是公園百年的那個 流轉 我都看過 謝謝 我覺得我們台灣其實 面對一個問題 在日據時代的公園 包括台北市 台中 嘉義 台南 那個時候都叫 Central Park 從歐 西方的都市計畫裡面來做的 而且每個公園都超過一百 所以我其實非常支持 那個林小姐的提議就是說 現在我們做的公園都有身分 但是我們公園裡面的建築有身分 可是公園本身的發展 對那個年代本來都市革原講 是非常重要的 像台中公園 嘉義公園 中山公園都是所有那個時候的核心 因為到現在還是都是他們的核心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不曉得有可能有建議就是說 我一定要提醒你 至少文化部要針對台灣的公園 系統跟歷史做一個環點 那第二個呢 如果這個公園是不是可以當作所謂的國馬警官 甚至也是要證明回去那個年代公園的名稱 因為我們現在只要換了職證就換了名稱 根本不知道原始的公園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點我是非常歡迎你剛剛的提議 那但是我們今天的討論 好像陸不在這裡 可是我覺得這個議題 確實是作為文化資產裡面很關鍵的 而且被公信了 好 好 薑威也有沒有 這個議案 我們說 有 wenig簡中基金 可供應 剛剛這個案子 我們有委員第三的數據事件 然後出席委員學二的軍統 可以上到公開運動 在羅漢第三的北京 六五正在有年少 我們就有一個 剛剛你們早上有明顯的問題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唯一有持有员 参与随地住以下人 十亿人均同意继续列车 一人必同意 人之一有任何人 所以我们选维持还是维持 持续列车 再请下一点 審議案時 案由中山區環迎接109日 原實鎮40週年 信念臺灣主委委會 及賓館 城中及報案 現列測全公會議案 訪案姓名正午108 年 12 月 5 號 校庭域 提報為主席歷史建築建築 開建物費門 列測建物分居 稅益為執法第14條本地 辦理現場勘察及審查合理 本案座座主席為公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9 第一號園座 建物為公小段137 檢討 土地及建物座全為台北市 管理黨會為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等公園路 主席管理處 三 本局於109年1月21日 邀集委員 立遣讓委員 蘇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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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天群委員 辦理現場勘察及審查會議 結論 今本局邀集委員 辦理現場勘察及召集審查會議 決議以文資法第14條列策 辦理情形 委員意見在入口下 引民管為第1935年始政40周年紀念 臺灣博覽會第二廠 第二會廠僅存 兩座建築之情 博覽會後作為總部服務支援之社交場所 二 立經臺北俱樂部引民管 中國自由社人事行政局 僑委會等使用用為 招待外面使用具例11 三 追經多方 擴建委員 構造人 保持地上表層之構造 空間僅測計採除後 側員與新公園連接出入口 往側樓梯堅保持原涼日子息期 其高窗外牆時期興致 樓梯皆均樓 特色元素原建立與列車 然後這是第幾點區 公園段三小段139號 然後這是109年1月25日辦 現場的建築物外觀 這個區的照片 然後這是大屁股裡面 建築物現場的一些照片 然後這是建築物內部空間 然後上排是一樓的部分 然後下排是二樓的部分 然後這次建築物現場的一樓的部分 請辦提請同意 中正區懷寧接109號是 原始政事實中年紀念台灣國蘭會議 民館維持列車絕種二 提請本本案提請本審議會審議 必須《尷尬決議》他們辦理後續 以上 好的 方案提訴是您在看一下 應若可以的問題 就是說關於一樓1935年 貴乃會所創留下來的理論環 各時期使用跟方式 還有建築的形式 還有土地面積的改變 我在我提告單裡面都有很詳細的記載 那這棟建築不僅見證了台灣史上第一次博覽會 跟這個政治的分別 更是在台灣歷史上具有重要性 所以我是建議指定為古蹟 那上次縣開之後我們發現說 建築物的練習格局其實大致保持原來的原狀 那在那個建築繪製裡頭也有建築園面圖 還有一些打造片都很多 那未來我們是希望說 能像宗教西路上面的這個大阪桑橫樹式繪設 能歸於它原來就關 那對於二大東原的地景絕對有加強的存在 以上是有關的 好 謝謝林大臣 蔡委員 我覺得這個是還是在那個公園內 那其實我想林小姐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把過去的公園都移作差 現在是公園都能管理處的辦公室 那已經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其實我是建議應該要做詳細的撤會調查 那至於未來是不是要改變主義 改變那個我覺得說實在的 台北是不乏一個好的辦公場所 可是公園處在這裡面 真的已經改了亂七八糟了 那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把它騰出來電子市公共使命的空間的話 我覺得是長久之間 那我是呼應我覺得應該說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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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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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